俗话说 最好吃的味道 除了妈妈的厨房 就是在你家楼下 Gaga开了七年 这个不险山不露水的小店 却是很多人心中的 一难平 第一次来还是 第一次来 你住在这附近 不晓得这附近 有个这个酸酸鸡吗 我们平时 关键比较糟 因为 11点中开始买 一般就是1点钟 基本上就要买完 基本上就买完了 这些打包的 然后因为我们收得早 我们留点半就收了 让食客们趋之若鹜的美味 是Gagaaga家的看家本领 酸酸鸡 这是凉拌鸡肉里的白月光 在吃惯了红油味的成都美食中 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它的这个鸡肉的脆 煮了过后还要蒸 要把它凉了 因为凉冷过后 你才要摘成块块状 吴姐说 鸡肉一定要自然冷却 放凉之后 才能达到肉质紧实的效果 再顺着鸡里剃掉骨头 切成薄片 这才算成功的一半 你看嘛 上面的就是西枝 它和肉质的 酸酸鸡的料就是这个料吗 对 这是啥子油啊 这是青油 那都是家 比如像那种 我们以前吃的酱子鸡 酸酸鸡的酸味来源于陈醋 用生姜油提香入口酸甜 外形啊 看着像东南亚博来品 实际上在老饕们的品鉴下 又像是自家调料可以做出的川味家常 当然作为特色的酸酸鸡也是有CP的 只是作为组合名字有点过分接地气 烘焙率 烘焙率就是应该是酸酸鸡和原子汤 番茄丸子汤 酸酸鸡的好搭档 汤底用的是煮过鸡肉的鸡汤 加上打碎的新鲜番茄继续熬煮 汤可以无限续杯 但丸子则是12块钱5个 标准的老成都酱油大肉丸子 手工揉搓 十分紧实 全的中酸酸的有干茄味道的 他们这个丸子很好吃 然后还有豆芽也不离 在吴姐看来自己不是老板 只是选择了一个更为自由的职业 这日子当然也要和上班一样 朝九晚五 不能加班 这大概就是非电型家庭餐厅的特点 老板不像老板 更像是等待时刻回家吃饭的自家人 而这种随心随意的氛围 让无数打工人羡慕不已 你们还缺人吗 我们都是这儿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是我的妈 朝回过了 姐姐姐 姐姐就帮你打下手 打下手 这儿老板就专门回那里头了 她是啥子呢 我大堂经理 我也不是老板 都给自己打工 是什么人 我大堂经理 我大堂经理 我都给大家想念